记者陈欣于新北报道,新北市社区棒球赛今天在新庄棒球场开打,今年共96支队伍,2400位选手参赛,年龄横跨19岁到60岁,棒球赛今天下午由新北市无线棒球俱乐部的小小棒球员开球,比赛即日起至7月8日每周末在新北市各高摊地球场登场, 最后四强将代表新北市参加全国精英赛事,新北市长朱立伦说,新北市社区棒球联赛首创全国唯一的一组棒球联赛,今年迈入第六届,让所有人,不分年龄一起享受棒球乐趣,像一起开球的小小棒球员都不到10岁,也都乐在其中,最重要的就是棒球变成全民运动, 也很开心每年参赛的队数越来越多 新北市体育处指出,比赛即日起至7月8日,每周末上午8时至下午6时在新庄新岳球场,三重重新球场,三重中山球场,三重大都会球场, 卢州微风球场,永和中正球场,棒球大汉球场和新店清西球场登场,冠军将于7月8日出炉,参赛民众林浩恩说,自己从小也怀抱棒球梦,从小更勤于参加棒球校队,社团, 但不可能每个人长大后都有办法成为棒球职业选手,身边好友也纷纷因为受伤,工作等因素中断,因此很珍惜比赛机会,让大家都能在周末时实现未尽的棒球梦。